這個一小塊,我起碼可以製造幾十萬張 一張賣一把就好了,抱歉 這個就是當年火燒的這個,我還快 現在一把,那時候我們已經其實砍好了 就是說,把這個砍掉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起碼,因為那個地標真的是曾經流過將近一個世紀 整個這裡的人的情感 甚至於他是視覺的地標 甚至於很多外國人還知道阿里山的神木 還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這種情形是很普遍 可是呢,我們這個民族很奇怪 一直在,真的健忘的不得了 不出幾年,什麼東西都不見 也就是我在土地倫理在提醒各位 對吧 我們是台灣人的好祖先 我們是台灣人的好祖孫 你們安公,你們怎麼做 做什麼事情,讓你以你為榮 以你為榮 你一輩子經營下來 到底有哪幾件事情可以讓你的子孫說 這關安公做 這關安嬤那時候怎麼辦 但是你們看外國 每一個家族,我們一個地方 都為他存在,都為他存在 這種應天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的文化 只是打帶跑 那種,不要說 這個就是當時在猜的 這個是岳霞拍的 測掉的時候 測掉那天我沒來 那現在一隻 歐羅蘇鴨 來看三個文化 後來就選這張 最大張 那這張最大張 裡面有多空的 以前要住一個人 你要說嗎 以前一個人 反正流浪看哪什麼文化 好啊 那個很早的時候有一個 從外面來阿里山的游泥 不是阿里山的 是一個游泥 他沒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剛好走得走 就看到這一棵 就是現在的鄉民神秘 你仔細看他後面就是這個地方 一個撈洞 然後他就是到裡面就住在那裡 住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後來 後來是發生了那個神木的事件之後 然後才可以趕走 阿里這行為很阻臉 我們在岩死林在各地調查 經常 那行啊 行啊 都這樣大 人也一樣 有一個 僻身的地方 有時候你們兩個真的 是啊 我怎麼會在那裡先走 還要看 還過了 這個我們從高峰這裡 往這個慈應室這邊拍 這裡就是殘存著一些 黃塊的 黃塊的幾顆 大樹就在這裡 然後呢 你們今天有嗎 還沒到那個 和和紀念碑 在那個 那個小老師在那裡說 那就是這樣 這張 這些圈 最快有沒有 案中古人來到台灣 所有台灣的手 都叫你什麼唐太宗神木 什麼岩死神木 那跟台灣都無關 反正他就是這樣 那種就是 霸宗人 大宗人 大宗法那種 沙文的那種情節 硬要加在那上面 所以光五塊 千歲塊什麼 花歌 那就是這樣 這個旁邊 其實日本時代就是神社 這張 你有沒有看到 千歲塊 有 這個地方以前是神社 而且呢 這陶寧家 以前有正貴長的來寄 那個什麼時候 那個書上都有 都有寫 什麼時候 種的時候 怎麼樣 我來的時候就要死了 很不明白 現在沒有看 這裡還以前 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 國風送 什麼王高 這以前 他們說 謝了就是 你要再說嗎 這件啊 那個 原來這個地方是神社 然後那個 我有在那個 有看到人家有一個 一個公文 日記事情 日本人到這個地方 日本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有發一個公文 說 台灣的穀基 要保存下來 日本人不可以去破萬這些穀基 有這個公文 特別明定 然後國民政府來都剛好相反 他說這個 日本人留下來的這些建築物呢 有為我們的國家的什麼什麼 民族的什麼什麼 所以盡可能把它拆掉 完全不一樣的政府的那個作用的立場 所以呢 那個國民政府來了之後呢 他們對台灣全台灣設立的這個神社 他們被拆掉 然後阿里山這個神社後來 你被放 就是不理他 然後結果也是不見的 然後 這個神社呢 拆掉之後呢 就建了一個 那個孔子 孔子庭 孔子庭 跟那個庭很像 那是中了一個八角桌 那我以前不是說 在旁邊那邊上課嗎 就是說 除了這個神社被拆掉之外 旁邊的那個 神社像怪的一些建築 就變成我們的教室 然後呢 冬天很冷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時候都沒有什麼厚的 而且那個時候 阿里山現在正常 大概到了 大概到了那個 九一的十月 就開始這個降霜 降霜 降霜非常的 以前我們 你前面講過 就是很冷的到什麼神社 到我們 晚上都用那個水 然後加一點糖 然後放了一個酸梅 隔天就滴了 放到那個屋頂 隔天就可以吃那個 他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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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拿到什麼 一樣的一個 衛軟 真的是 他們還有用那個打工 對 我姊姊她們的時候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時候是家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是一下課 就太膩了 所有的同學 就擠在那個神社 那個是那個同學 桌子上面 那猴子醬子 抱在一起 太膩了 那我姊姊她們的時候 是她們用那個那個罐頭 裡面就是 挖挖洪 挖挖一部分 然後放那個煤炭 然後在這邊烤火 然後那邊這樣 硬炭 硬炭 然後在那邊烤火 然後下課的時候呢 他們他們有 要用那個煙燥 然後就開始這樣子 那個VCD這樣子 一直晃一直晃 就是把它那個加熱 然後等它上課的時候 又可以烤火 上課又烤火 下課的時候就把它 下課 所以請安生 非常非常冷 然後我們以前在 我們以前那個時候 來上課的時候呢 都要撿木頭來學校 因為學校會有那個冰洋午餐 一撿那個牛奶 然後就是燒燒那個冰洋午餐 我們那個情之有嚴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呢 早上都要跳那個山地 雖然沒有山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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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那個神社的那個 那個結構體 還過來了樹林塔 樹林塔沒有 總共有四林 它這個結構體就是一個 跟我在講的那個 北京年秋毯的造型是一樣 那塔本身是一種 輝葉向上 塔就是介於地跟天之間的一個 橋樑上發射器 這樣一樣 那你用鹽的 本身就有一種 回血的感覺 這個有的就說 這代表神木三千年 一年 這五百年 那都會 改七十九的 那都沒關係 但是它的造型 真的像火箭 就是一回一種箭 但是這個 其實在整個日本的 八百萬宗教 他們是自然神教 那對所有的生命 都有精靈 所以自然就有八百萬的神 那因此呢 砍的樹木當然要設樹齡塔 那在殺豬的地方 就需要立 這種一個一個的造型 這就比較仔細 要跟你說 我上面都有寫 你如果要去 勾比較多就可以 勾比較多 欸 這個全部分都純 純青銅還是黃銅 這跟一個出來 那不是幾筋 那換不下 可能我吃到 嘴氣漏漏漏漏 那三十 三十 那個Q 那個Q 你看 壽魂碑 相對於樹齡塔 就有壽魂碑 所以以前 以前在海底的地方 外面 就會採一個桌 那對於特定季節 就會去拜 所以這是日本的 萬物有靈論的 這樣的宗教 而不只是說 對阿里山的神秘 所謂的受魂碑 現在這個台南也有 現在還有幾個地方 還保留著 日本人要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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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在那個 那個保護館 有沒有 保護館裡面 有一塊 年輪 那一塊就是 在敏越縣 砍下來的巨木 去做那個鳥姬 用金箭 印到日本去的 剩下來其中一塊 就在那裡展覽 他們要砍這個樹之前 要請日本的和尚 來超渡 祭拜 節省 你看看 這個是什麼 鬼啊 中國人家在祭 祭神的特定的 這個儀器 那你跟學生 他在那 拜拜 這裡的魂靈下 這裡的寡婦 的寡婉 都要一起來祭拜 然後才砍下 才印出去 那一個木頭 要印出去 聽說印了什麼 多久 靜靈的寬 然後我們就繞到這個秦三合耳 這不講啦 不被碰的啦 功力不出頭 後面的領事的過程 那葉霞是在講說 他們啊 這個好不容易才長滿青苔 有一點那個古意啊 現在都用那種什麼 一米可白啦 圍起來 錄到我的隔壁爪子 然後 現在這張最大張了嘛 這是香檸神墓 香檸神墓 就是葉霞的爸爸命名的 這張最大張 現在就改得公 挑選什麼最大 四十多公圈 差不多兩千三百年 好解釋 沒辦法跟蝦公是什麼什麼 什麼中國的 什麼王國的 那現在是光浮嗎 那光浮 沒有啦 那光浮現在 快休了啦 那過了 慈雲寺 慈雲寺這個歷史都寫在那裡 剛蓋了沒有幾年也燒掉 然後再也再 那為什麼會蓋這個事 是因為一個日墨 日墨寺 先師 有一個灰心啦 你本來是蠻有名的 他跑去泰國 泰國國王就送給他一尊 五佛 他拿回來看到 台灣這個阿里山 跟印度大吉野 那種環境 跟那個佛寡的地方很接近 他就把那一尊很很珍貴的那個佛像 就送給阿里山林 為了那一尊 就蓋了一個慈雲寺 那現在還在裡面 那現在 你別這樣看 你今天就不肯殺了 你先講 結果這慈雲禪寺 慈雲禪寺那邊 另外一條路有一個 有沒有 告訴你回頭是岸的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整個形字 跟日治時代都一樣 但是神像都改了 神像都改了 然後旁邊有一個 一個日本性質的一個碑 然後這個是以前的 日治時代的中 跟現在行字都一樣 我有給你去看 那個金下面一個共振箱 現在也差不多 也就是這個做 你仔細去念看看這些字 它是從秋朵印過來這裡的 所以會在這裡 有了 那個共振在這裡 所以啊 你魚缸是在聽 要來這裡 我給你敲 很棒 正一下 你看 大家的正 可以問你 什麼人 對啊 這個現在的 欸 你現在說多少 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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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可以看 對啊 要試一下 然後 然後那個 有一齒 就是帶血緣來 就是這樣 就在這裡 你看 辭印寺 然後你看 下去了 這一棟山就是 飯包湖山 然後這個碑在這裡 就是紀念那些性質的 喔 阿里山性質 性質紀念碑 然後旁邊我跟他說一棟 那個台灣山有 那個會聽經的 這棟 好 那去年紀過 年紀過 然後在下面 樹下 有的 你有你有去抱這一棟 這棟 這棟 台灣山 這棟 紅塊 這棟 你怎麼記得 昆蘭樹 我去那時候 我現在怎麼有一棟蟻 有的 我都拿到四棟 有的 然後後面 就是都沒辦法補 你問人 沒辦法補 哇 這故事要講一下 這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一棟台灣山 好像這個 這個 這個紅塊 你看 這再一次 再給你看另外一個角度 那以前 旁邊這裡 還有一條 我認為前阿里山 最有味道的步道 你說這棟 現在好了 在那邊 那邊下來 就是拿這條 我覺得那裡比較幽靜 啊 啊 告訴你 好啦 我給你吃飯了 然後 高山博物館 有 這裡有什麼 這個 也是被我們罵出來 但是 呀 你看 以前的博物館 這兩三四五 一棟大棟的 把一些技師傅秀出來 這都要三塊面的 那哪一種 要適合做 大波 或者是 橫切 銅鵝 啊 有各式各樣的 這個劇子 啊 這就是他一支 多長的呢 那是兩個人 麵腿 那後來呢 這些都被電器取來掉了 那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那個 啊 這張才八百三十五年了 八百三十五年了 八百三十五年了 旁邊叫做高山博物館 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去看 那裡面種一些 包括一山 五雲山什麼都有 然後就到 這個 這個已經會校的 後來變成高山訓練的一個基地 後來 啊 現在是國小 現在是國小 鄉民國中 現在又改了 啊 當時呢 你看 變成高地的信念基地 然後呢 這裡還有一點遺跡 值得我們停掉 那就是 我愛國家 我愛國旗 我愛國歌 鄉民國中志 我 毀賊無孔不入 然後下來 我們要回來 就是走這個 這個橋還蠻有味道 日本時代就有這樣的思想 然後看第一代目 第二代目有沒有 有沒有 你們知道紅塊 紅塊 紅塊基本上是第一代的死了 他前面破 那個樹冠 破了一個洞 陽光進來 所以小鳥才會產生嘛 所以第二代就在他身上長大 啊 啊 他們老爸他們孫 都在頂館 就是這樣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來起來 對 啊 現在就沒有什麼 所以呢 只要看說 啊這柱子 啊這柱子 這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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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看這個 你看真正燙 這樣的森林 最後變成這個樣子的所謂的觀光經典 這是阿里山工作站 其實呢 這個原來救伯蘭就在這裡 後來林文綺跟他換 阿救國長就跑去二萬里 那這裡原來是日本人的時代 就是他的工作站前面 就是一個網球場 日本人在這邊運動等等 然後旁邊啊 這一棵樹 網球場的外面 這一棵 日本黑松 就是小時候在這邊玩 他死後骨灰埋在在這裡 現在呢 你今天沒辦法說了 今天尾起來 就不知道在做什麼鑑定 對 就是這棵 啊這棵 你去看那個 銀露天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那棵樹天 就現在沒有了 再去就叫他去就去了 然後過了就是阿里山客 阿里山賓館 阿里山賓館 阿里山賓館這個 啊然後啦 你要去祝山的時候 會去一尾 蔣介石的行館 那不太想 其實這個是京都 京都的Tower 我是要告訴你說 其實阿里山度過了 完全的日本文化 後來完全的國民黨文化 後來商業文化 我來的時候已經是 極然不同的商業文化 那因為中國人過來 這個首遠龍的東西都出來了 走過一個多世紀 走過 本來我就會講一點感性的 但是因為艾霞老師在這裡 我才不大好意思講 我離開我 沒有沒有 你這次請出道 你也不要生長 那整個呢 從以前的真的是青山立水 全球最巨大的快幕 演變成為現在 只是捲起垃圾跟噪音 整個就是這樣 所謂船過水無痕 到底是什麼 其實一棵樹 這是要 這棵也沒去 這本來是車頭的 這是腸尾科 你看一棵樹 如果說周圍沒有 那種 它會長得非常的完美 可是一旦是在森林裡面 它葉子只有集中在一步 行為 畢竟當有其他人發生的時候 就會不一樣 也因此也得產生一些粒則 就叫做倫靈 我們回顧一下 這個阿里山的這個細照 也是在我們這個樓上拍的 有時候你看 這邊是西方 這裡有蚵蜜蜜蜜蜜在這裡 你有看 蚵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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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要來 來八顆 對這個一樣 對這裡 要去哪裡 現在這個神棄就有 最近已經棄好了 已經棄好了 跟你說 現在對這裡來住山 來住山 你如果媽媽知道 你如果坐過車 你就對這裡去 我這麼快 我出了一個走去就對了 走去就對了 走去就這麼公路 公路又去就是住山 在這裡 你不就走這條公路 在這裡 你如果早上沒有那個 用跑的還可以 剛才這邊上去 可以啊 可以跑 不然從這裡 要 差不多 要 在這裡 滿漂亮的這個人造品 請搜 因為啊 有人問我們說 日本人在造雨的時候呢 除了造雨的三色 沒有造那個火塊 那這一片就是 就是日記時期 第一次的時候 砍完之後 造雨的那個火塊的那個造雨 那這一個就是 原改這是鐵路 就是當初在那個 法務之後呢 提到的時候 全部是鐵路 所以現在呢 他順著這個鐵路的地方 就把它做成那個公路 那這個區 如果呢 因為你明天去看日出的時候 回來 你是來的都搭走這 如果你下來 如果用走的話 就可以走這一條巷 走這一條巷 走這一條巷 走這條巷 走下來的時候呢 天氣好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整個 就剛好走在那個 快木裡面 不過這個是人造 但他就是快木 在快木裡面當中走 那如果有雲木的時候 那種整個 那個水 那個陽光照射下來 然後那個 那個陽光照射 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一千 我在這邊住的時候呢 我有一陣子 我就休息 坐在這個陽光照 所謂的島羅 那時候這樣一山 跟一點都不清楚 可是那個時候的那個 遊客的水準也很低 所以你可以隨便騙他們 沒有相信 那一刻他們心一心回去 他們都忘掉 都亂講 那現在呢 但是那個時候呢 我自己能夠欣賞到好的景點 會分享 所以如果有情侶來了 都會告訴他們 我還是帶你去這邊 那很煩 那人家起來呢 要跟北高的那些 有一個玄界 現在叫做北高夜站 還是什麼 北高夜站 在這裡 現在已經也變成另外一個 觀日出的點 然後就到達柱山的車站 但是呢 至少老師會帶你們 往小夜站出去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 搭直升機拍 當年的柱山 有一個觀日樓 九二一地震的時候 之後就拆掉了 那個觀日樓就是 整個阿里山區正式走向觀光 現在的一般的生理遊樂的開始 代表性的這個建築 所以我都有送給你們 這就是觀日樓 我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一面 就是在那裡可以看 一山觀日出 然後上是南投跟嘉義的交界 南投跟嘉義的交界 就在這邊 就是在那裡 那時候在那裡 過一半 過一塊咖啡的 過百塊這樣 往南投線嘉義線 後來九二一地震以後 這裡就掉了 這裡掉了 現在又重新做 這邊是反差坡 一直在往那邊掉 後來 那日本時代 乃至於狗府 雖然這個沒有給你們 但是我還是留在這裡解說一下 你看這是日本時代 看義山 義山北峰北北峰 就是在小麗岩山過來 這一條連線上 上面有寫著 海拔是八千兩百多多 你就知道這是日本時代 到了國府 你看 怎麼兩張一樣的 然後接著國民黨過來以後 阿里山之高峰 駐山已經變成兩千五百零四公尺 你就知道這個是進入國民黨時代 不趕快 阿現在 揪在地上 他整個都撞掉 現在有個新的還要換幾個行 所以我說 本來這如果要撞掉 我說 欸來來 他把你撞掉 老子的紀念 以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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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一直存在兩個地方 存在兩個地方 反正一直在換 我跟你說 後來又來 這裡又不一樣 現在就這樣做 那以前一年到頭 十二個月的變化 太陽上升的這個地點 你知道 就是在這裡排火 第三三塊的這個過程 你看 這個又再換 然後 到了 那些人在修理的時候 第一住山 看萬歲山 然後看廢高葉 我有類給你們 你如果有仔細看的話 這一座山 我恰好看它三十年 因為 原來 密密麻麻是 整個 通通是 台灣刺陽 後來 現在都在整個房子裡 你們仔細看 我現在就去 現在都刺陽明 這都刺陽明 這要